嗨 mic test mic test 一二三 大家好呀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應該很久都沒有 有一個正式的開頭 那我這一期vlog呢 可能會跟以往的有一點不一樣 那我相信你們從 抬頭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這整個星期 打算就是過得充實 就是一點 雖然說我每天也是過得很充實 可是我這整個星期呢 就是想要和你們真的是 每天有很好的規劃 然後盡量的去充實好 每一天的一期vlog 對 那我之所以為什麼會有 這個想法呢 其實是因為我從去年開始 我就有和你們分享過一個 可以提高我們工作效率啊 還有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keep track on我們的一些工作啊 或者說一些目標啊 計劃啊什麼的 有介紹過給你們的一個app 它叫notion 然後我這整個星期呢 我就打算要來好好的去用一下 這一個app 因為我其實一直以來呢 都有在用 可是用的方法可能沒有到 就是太深入化 就是我只是純粹的拿它來 記一下每天的schedule而已 但是就是也沒有到 每一樣東西都用在這一個上面 然後我最近呢 就有想要好好的去 來和你們一起用一下 那我這整個星期的這個vlog呢 我會盡可能的去和你們 每天很充實的去計劃我的時間表 然後可以記錄很多美好的事情 甚至是還會和你們介紹一些電影清單 然後書籍的清單啊等等的 好啦那我今天呢是 這整個星期的第一天 其實現在呢已經是5點21分了 就半晚了 然後我才開始 因為剛才我都在忙 然後現在呢我就想要來 先大概和你們分享一下 我第一天要怎麼去計劃今天的東西 那我現在呢就要來寫 就是我剩下的一些goals for the month 就是我這一個剩下的七月份 還要達到的什麼小目標這樣子 那首先呢我已經之前寫了的 就是我的IG Reels 我這一個月打算就是認真的開始做Reels嘛 然後呢我就是有計劃 總共這一個月要發最少4個 然後現在目前為止呢 14號就過了半個月 我發了兩個 所以就是說我還有剩下的半個月呢 我還要再發多兩個 好那我剛才呢又在想到 還有三個小小的目標要完成 好那第三個呢就是因為我換了一台新相機嘛 然後我昨天已經拍了一組 我自己非常滿意的照片 然後我就希望就是接下來的半個月呢 可以繼續的用這台相機呢 拍出很多很多很多組 我自己也會非常喜歡的照片 包括我的業配啊工作照 對 好那我最後兩個呢就是我這半個月 YouTube呢要上傳到的視頻 就是可言可語的第二集 還有呢就你們現在在看的這一期Vlog啦 好那我現在呢要去看一下我今天還有什麼 還沒有完成 然後我是要去完成它們 對 那我今天呢還有一個小紅書的視頻要拍 還有兩個IG的Story要拍 還有可言可語 好那我現在呢要去工作啦 嗨 我剛剛吃飽了 我現在呢要來錄我的可言可語了 對 然後我現在在就是看你們的問題來 稍微的準備一下 那我現在先去忙啦 我錄到一半我的寶貝來了 好嗎 早上好早上好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有什么工作吧 其实今天工作真的超级无敌多 那其实Notion这个APP呢 不只是电脑连我的iPad啊 或者我的手机都是可以下载的 那我今天呢要拍三个视频 还有一组照片 然后还要拍抖音 还有就是要回复一些客户啊什么的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我有就是稍微的换了一下 我这一个Notion的封面照 就是感觉整体化会看得更开心一点 那这一个和你们分享的 我七月份的schedule表呢 我就放了我很喜欢的重庆森林的背景图 然后我自己的这些是过后要和你们分享的东西呢 我就换了这个杀手不太冷的一个背景图 两个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电影 然后包括这种icon都是可以放 either是emoji 这一个我放的是一个小精灵 自己的就是放自己的照片啊 然后一样就是可以放title 还有一个quote 那我刚才呢就在before我拍这一段的时候 我已经完成了两样工作 现在呢就要来打勾一下 其实打勾你已经做完的工作呢 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等一下呢就要和你们分享一个可能也 应该蛮多人会好奇的东西吧 就是我的reading list 不管是书啊或者一些网上的文章啊 我都会和你们分享 可是要等我工作完后才可以和你们分享 对 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iPad上面的notion是黑色的 觉得还蛮酷 然后电脑上就是比较classic一点 就是白色的 工作啦 我爱工作 工作爱我 那我现在呢 想要做的是 我要拍一个小红书 然后要和你们介绍 我的夏日必备好物 很懒惰化妆啊救命 化好妆了 给你们看一下很坏蛋的小家伙 COME LIO COME I'M NOT COME GOODBYE 疯了 嗚嗚嗚嗚嗚嗚 OK 很坏蛋的小家伙 STAY COME DOWN OK 我现在要拍小红书了 给你们看 我平时是怎么拍我的小红书的 产品就在这里 然后前面就会有拍摄器材 either是相机或者手机 然后这里就是iPad放我的稿子 就是可以看着说的 嗨 大家好呀 我已经五个小时没吃饭了 现在来吃一下饭 再继续工作 换了一身衣服 现在要开始拍工作照了 要拍的产品是这个 韩国的这一个牌子 我和你们说现在被关在家里面 真的是天天要绞尽脑子想到底要怎么拍照 哎 每天就压力很大 因为一直会担心拍不好 因为在外面你可以有很多地方发挥嘛 在家就真的没有什么地方 我很尽力的找到一个最好看的点 就是站在我 Bulcony的椅子上面 然后后面是天空 对 这个放这边 嗨 我已经就是做好了我今天的所有工作 稍微的分享一下我年头到现在吧 总共读的一些书 然后和一些我的感想啊什么的 还有我是怎么把我的读后感啊都记录下来的 那其实我呢平时工作真的太忙了 所以其实看书的时间比较少 不过我还是有在看的 可是就是可能是网上的那种小文章啊 我会比较看的多一点 可是今天呢还是准备了三本 觉得可以介绍给你们的一些书 我会比较喜欢看那种读了后会学到东西的 或者比较深一点的 要不然就那种小散文啊之类的 好那第一本要和你们分享的呢是这一个 它叫不为所动 然后是我两个月前吧才刚刚买回来 然后这两个月内也快看完了的一本书 那其实这一本呢它其实真的很治愈 就是它是专门写给就像我这种 就是可能天生比较高敏感的这种人 面对各种生活中的大小细节多好 总是会去放大很多的细节 然后自己就是会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吧 然后就还蛮容易会受伤 还蛮容易会被影响啊 还有再来呢就是它里面描述了很多我的心声 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世界就是在生活中 各个大小细节的那一个感知的能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它就是有描述了很多很多例子啊等等的 再来就是可能我们对于行为产生后的一些后果或者想法们 就会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想很多 然后就是不断的去思考 反正脑子就是没办法停下来的那种 还有就是有一点我自己认为是最强烈的在我身上吧 就是我在生活中我会对于身边的人事物的那一个察觉力会非常的强 然后可能别人的某个小小举动啊我都会去多想很多很多很多 它会让我觉得说高敏感人群不只有我一个人的这种感觉 就是还有很多人陪伴着我这种想法 可以安慰得到我心灵的一本书吧 但是我觉得不会建议给所有人去阅读啦 因为可能没有到我这么敏感的人去读的话 会觉得很多余然后没办法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一个呢就是我为这本书create的一个小小的一个corner 然后这一个是放了一个就豆瓣他们的link吧 就他们的这一个连接 然后接下来就是status 其实我还没读完所以我就放了一个halfway through 然后这里呢我就放了书的封面感觉还挺好看的 下面就是我的一些读后感啦 然后这里我就放了articles and videos 就可能放关于这本书的一些文章啊或者视频等等的 可是这本书的文章我没有找到太多 所以我就只放了一个ted talks 然后这个其实不是关于这本书 可是它是关于同一个主题 我就放了下去 然后是这一个ted talks的 然后title是the gentle power of highly sensitive people 对反正就是同一个主题嘛 然后这里呢就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感想 还有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来写的一段话 反正就是有写出来可能说高敏感的人 一半都会有几张特征啊什么的 然后下面这里呢是我放了一个quote 就是你按一下这个加 然后这里我是选了这个quote 我quote我通常都是放我最喜欢的一段话 ok那这一段话呢我觉得可以分享给你们 就是写的是敏感其实是一种天赋 就可以感受到这世界上很多人感受不到一些细节 然后还有一句我特别喜欢就是敏感和细腻呢 其实是对应的 那其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个敏感的人呢 那就代表着你也是一个心思上特别细腻的一个人 那这种细腻的感知甚至是比较脆弱一点的身心吧 我觉得不应该当做是一个可以被批评或者说被歧视的一个点吧 它其实更需要大家去关怀去给予爱 然后也更不应该成为自己不喜欢自己的原因 因为其实我说实话有时候也是会不太喜欢自己那么的敏感 那么的就是容易被受影响 可其实像我这种比较敏感的人呢 更应该去好好的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懂得去看到当中的好吧 然后要去接受一下这一个需要被爱的自己 然后同时也要学会去给予自己更多的爱这样子 真的还蛮喜欢这本书的 那我觉得这个APP也是我真的特别喜欢 因为如果你们真的和我一样就是做了整个读后感 然后包括写下自己很喜欢的quote啊 你看回去你真的会特别的 然后就会很经常想要按进去看 就是很美好 OK那接下来也要和你们分享的这本 应该是我今天会分享的最后一本 因为我真的太累了 那就是这一本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本书吧 可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去认真的去 好好的感受一下这本书 带给我们的那种感觉吧 就这一个Milk and Honey 那其实这本书呢它并不是很多文字的那种书 它是一段一段的那种小散文的感觉 就是这种一段一段的 我觉得它还蛮适合就是想要刚开始学英文的宝贝去读 可是我觉得这一个的话 不会到太适合年纪太小的宝贝去读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内容可能读起来会有点扎心吧 因为这本书呢它其实有分为四个章节 那一开始呢就是the hurting就是被受伤害的部分 然后就是到了得到爱的时候就是loving 然后第三个就是breaking 然后到最后的healing 反正就是一个过程吧 反正就是它人生中经历的一些东西 就包括被强奸啊 要不然就是它真的是有去爱一个人 然后可能又失恋 然后再包括最后是怎么去走出这段痛苦的 然后这本书呢 我觉得它最大的力量来自于那一个文字 因为呢它真的是每一个字都感觉非常的powerful 然后就是自扎心的那种感觉 这本书呢是我在之前失恋的时候有读的 然后确实我觉得开导和安慰了我很多吧 然后它其中有很多很多的文字 真的都是在提醒自己该怎么去爱自己啊等等的 那这个作者呢我觉得真的非常牛 因为它不只是这本书好看 它还有很多本 我还有另一本是这一个 可是今天就没有力和你们介绍了 对那给你们看一下我为了这本书写的一些东西 好那就是这一个啦 放了一个密封 放了一个密封 因为它书名是milk and honey 我要放一下cover 然后这里呢就放了那个link 然后status是已经读完了 一样放的是一个封面图 超可爱的 好下面就是我的看法和一些喜欢的东西 articles 这一个呢是我收集的一个 就是它有收集了这本书里面很好的一些quotes 就是都是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这里呢都是我放的一些 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会比较感触比较大的一些quotes吧 那这一句我真的特别喜欢 就是 if you were born with the weakness to fall you were born with the strength to rise 这一个真的 我觉得应该分享给全部人吧 这句话 真的很有力量 接下来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句子 这下面就是我写的一些少少的东西 还有这个很喜欢的一段话 好啦那我今天 我真的熬不下去了 我太累了 好我的这个小小的书籍分享 就到这里了 对你们看得出我多累吧 应该看不出吧 好没关系 好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 现在剥黑胶所以有点大声 今天呢 工作量还好吧 不会到太多 可是今天最主要的是要完成 我明天要发的视频 明天要发可言可语的第二集 对 现在要来剪视频啦 分享 不要舔我啊 不要舔我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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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哈啰 我已经洗好头了 然后我的可言可语本来是明天要发布的 可是今天就是速度很快的剪好了 所以我就已经发布了 好处 不错 好吃哦 看, rock it Roc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哎呦 Good morning 这个里面是OtaOta OtaOta华里叫什么 脑脑包 好吃啊 嗯 BANG BANG Good boy BANG BANG Good boy TEN NOT TEN DONG BANG BANG Good boy 嘿嘿嘿嘿 阿姨 我要来染我的 髮根 阿姨 我已经弄好了 洗好头了 那你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 并不是漂白 它就是拉浅 我原本的黑发 所以它就是有点棕色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 虽然说它并不是最完美的 和这个颜色一模一样 可是我感觉它总好过我的黑头发 因为黑发加金发真的是灾难 现在要来计划一下我NOTION的东西 因为我前两天都就是在给自己放一个小架 就没有什么碰工作上的东西 就没有跟你们update我的NOTION 给你们看一下 那这是我刚刚做的一个video contents的这一个表格 然后呢就会记录我接下来或者现在在进行中的一些project 然后这个是可言可语已经发布了 然后就是时间 然后就是影片的长度等等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现在在给你们录的weekly vlog的这一个栏 然后这里就写着filming 然后没有意外的话在24号会发布 然后在这个text的下面呢我就标了blog还有productivity的这一个 对然后我现在呢就要再稍微的再计划一下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contents 然后顺便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这一个 因为我可言可语已经做好了嘛 然后这一个就是first batch of posh 就是我的产品要把它全部第一批货要卖完也已经达到了 所以我们就来删掉 对 然后IG rules暂时还没有达到 就是现在只有两个版 然后这几天真的太忙了 就还没有plan到那边去 然后这个到月底可能就可以删掉了 因为确实最近都一直在很努力的营业 然后我的这个template啊 我到时候会放在资讯栏下面 你们可以自己去拿 然后不一定要做成videocontents 你们可以把它当做是你们可能 呃 要做的一些功课啊 或者是要做的project啊 还是要做的任何东西都可以 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去改的这些东西 都可以自己改 就会方便你们啦 那我这整个vlog呢 真的都是一直在工作 因为我7月份真的 哦 忙到一个不知道可以怎么形容 反正这两个星期真的过得非常充实 然后现在来brainstorm一下 还可以做什么contents 在任何平台上都好 YouTube的话呢 最近有想要做穿搭 可是也还没有确定的 所以我现在就把它加上去 可能做一个 嗯 summer lookbook 然后status的话 我就放一个idea 对 ok 我就不一一和你们说过的这些计划了 我就先做一下 我刚才就是处理好了 我工作 就content planning 那现在就要来和你们分享 我只要很多人都期待的东西 就是电影啦 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两天就是做好的 这个movie list的这个template 真的看了超级的喜欢 可是这里呢也只有 我很喜欢的电影的其中六个 因为我还没有时间去做完全部的 哒哒 这是我的movie list 然后暂时有六个 以后可以再和你们分享 对 然后每一个的封面呢 都是就放了他们的这些剧照啊什么的 然后有这个 杀手不太冷 重庆森林 天堂电影院 小豆家族 寄生虫 还有绿皮书 这六个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电影 坏蛋 好那电影的呢 其实就和书是一样意思的 就是你点进去 这里就可以写标题啊什么的 那我自己的话呢 平时都喜欢看电影嘛 然后电影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一些语录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会喜欢记录下来 那在还没有遇见notion之前呢 我都是把这些很好的语录啊什么的都放在我的notes里面 那现在用了notion我就可以直接把它们全部整理在一个地方 我觉得还挺美好的 那和你们介绍其中一个吧 我最爱的电影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 这电影真的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好电影吧 我觉得这一个电影呢真的是到我老了以后都还会一直重复看重复看的一部电影 然后我现在已经看过两次了 然后我爸爸也非常喜欢看这个电影 那其实我为什么那么喜欢看电影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我爸爸吧 因为从小爸爸就是会逼着我们去看好电影 看完后还要交报告就是观影报告啊什么的 然后爸爸就从小教育就是不要看不好的电影 就是那种烂片就是没有营养的那种电影就是不要去看 尽量看那种经典的或者说评分高的等等 那这个杀手不太冷我非常建议大家去看 你们看完后如果不是很明白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些可能网上那些独厚感什么的 然后确实是可以领悟到很多那种人生的道理 然后他每一个台词都非常经典 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 然后电影的话呢我没办法说太多 因为我不喜欢剧透 所以对我介绍你们就去看就好了 然后还有天堂电影院也是我最近才刚看完的 小偷家族也非常不错 这是我去年看完的一部片子 还有寄生虫我已经看过三次了 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和我一样看了很多好电影后 把它们都记录下来在这种Notion的APP上面 我觉得真的看回去你会非常的开心 那我想看的电影昨天我算了一下 总共快要40部 很夸张 所以我也在期待我把它们全部看完那一天 估计到最后全部都会在我这个movie list的上面 都会在那里面 哈啰各位早安呀 今天应该是我这一个vlog的最后一天呢 然后今天依然还是一样有很多工作 现在在排我的daily task 给你们看 今天有那么多 对可能更多 暂时还没有加下去 开咯 那我刚才呢就是已经做好了我的三样工作 然后现在我要在notion上面打勾 然后现在我要在notion上面打勾 就是已经完成了工作 今天已经是我这个vlog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今天已经是我这个vlog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或者说让我感到快乐的东西 就是想要有着一个好习惯 就是想要把任何大大小小的成就都写下来提醒自己 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呢都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无论我做了多少好的东西 我都只会去看我可能觉得还不够好的部分 所以之前就有一个朋友来提醒我 就是说也是要适当的写一下自己可能做的好的地方这样子 这样呢其实是在时时刻刻的鼓励自己 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 所以我现在就要来写一下 那不得不说notion这个app 我真的是就一整个星期多吧用下来 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 我觉得我也是会继续用下去这个app 因为它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可以玩 我暂时discover到的就只有这些 其实还有很多种玩法 那像我这整个vlog和你们介绍到的 可能说我daily schedule或者说我的电影清单 或者说书籍啊文章的这种收集方式 还有一个是我绝对每天都会用到的就是 我那一个content的那一个planning list 就是一个table 对我觉得那一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 好啦那主要就是想要记录一下 真的很充实的一整个星期是长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发现我前面几期vlog真的都 就给你们看出我就是每天都在吃东西在玩啊之类的 就是其实也是非常努力有在工作的 就想要记录一下 然后真的顺便和你们分享一下这一个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学会用的一个app 因为它真的会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这一个都是你的 你其实真的有点不错 你真的有点不错 但是你不是很空间的 你觉得那些不错 你也不错 你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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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在这边 在这边 你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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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皮 翻中 切斬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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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